您好,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舌尖上的历史》,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5万字,我会用26分钟左右的时间为您讲解书中的精髓。 食物在人类的历史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没有全人类的历史,只有关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 然而当我们对历史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呢? 事实上,在历史这个宏大的语境下,大多数人往往习惯把重心放在重要的历史事件,皇室的更替与帝国的兴衰之上,而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等则被视作是历史的旁支。 倘若问及为什么人们要种地,为什么欧洲人爱吃马铃薯,为什么要发明罐头食品,恐怕除了那些专精于此的研究者,少有人可以做出解答。 然而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问题隐藏在历史的脉络之下,就像一把隐形的叉子一样,默默地塑造着人类历史的走向。 舌尖上的历史是一部历史与美食的双重爱好者所写的历史书,得益于此,历史被拆分成一连串,由实物促成或是影响的大事件。 全书沿着人类发展的时间轴,向我们展示了实物,在社会转变,地缘政治,工业发展,军事冲突与经济扩张中起到的催化作用。 可以说,读完了这本书,您就能够建立起一套属于您自己的实物史观。 作者汤姆·斯坦迪奇,毕业于牛津大学计算机系,出身名校的他并没有走上程序员之路,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成为了一个历史研究学者与畅销书作家。 目前他担任经济学人的数字编辑,也是多家报刊的签约作者,著有六个瓶子里的历史,维多利亚时代的网络,土耳其人和海王星档案等书。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呢,那么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为您阐述本书的内容。 第一,实物是如何塑造现代文明的雏形的。 第二,实物是如何成为大航海时代与工业革命的催化剂的。 第三,实物在战争中的作用。 好,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重点内容,实物是如何塑造现代文明的雏形的。 和许多的杂实性野生动物一样,人类在历史中曾经扮演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狩猎者角色。 从450万年前,第一批人类祖先与猿猴分道扬镳,到20万年前,制人的出现。 在荒野中打猎与采集植物一直是早期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 直到11000年前,农作物栽培与家畜养殖,才逐渐走进人类的生活中,拉开了农牧文明的序幕。 农耕的推行大大改善了早期人类的生活质量。 原始不足的成员们再也不必长途跋涉,跟踪猎物的踪迹,也不必穿梭于森林之中寻找可食用的果实。 一块有限大小的耕地即可满足一个家庭的生活需要。 在这样的前提下,定居的新生活方式成为可能,文明的种子开始逐渐萌芽了。 然而早期的农作物,近东的大麦和小麦,亚洲的素米和稻米,以及欧洲的玉米和马铃薯,并不是天然产生的。 相反,它们的出现与推广正是早期基因工程学的功劳。 勤劳的农民们识别出作物中的优良性状,并有意识地让其繁殖,从而演化出适合食用的新物种。 就拿玉米而言,早期的玉米原产于墨西哥,与现在食用玉米不同。 前者的骨碎含有两排被硬壳包裹的骨粒,使用起来十分的困难。 但有少部分个体由于基因突变,骨粒的硬壳很薄或者是完全裸露。 原始的农民们发现了这种形状,并将其中的一些骨粒当成种子剥下。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终于使这种形状彻底保存,从而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吃到的玉米。 事实上,包裹玉米的硬壳并没有完全消失, 只是在现在只有当它们卡在牙缝间的时候,您才会注意到它们。 这样的演化过程不仅增加了粮食的质量与产量,更为早期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 在改变食物的过程中,食物也同样在改变着人类自身。 在构建起文明发展的稳定平台之后,食物又成为了社会组织的工具,塑造了早期的社会体系。 在传统的狩猎部族中,猎手们都遵循着平分猎物的准则,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在当天找到足够的食物, 对所有人的收获进行均分,能够使挨饿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在这样的部族中,私人财产的概念极其薄弱,因为既然所获得的一切都需要与他人均分,积聚财产又有何意义呢? 不过,随着农耕技术的推广,食物短缺便不再成为困扰不足成员的问题。 当所有人的生活需要都被满足,如何分配多余的食物,变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个时候,负责分配鱼粮的大人物便出现了。 早期的大人物并不是位于统治阶级的管理者,相反,因为他们是依靠对别人的慷慨帮助获得名声。 一些大人物的生活水平反而不如普通的部族成员。 但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灌溉系统与鱼粮股仓的出现使大人物的权力达到了高峰,对灌溉系统的控制将赋予领导者权利。 因为任何不讨他喜欢的人,供水量都有可能被削减,从而影响收成。 而作为部族重要资产的灌溉系统,则需要专门的士兵守卫。 士兵的薪酬则来自于部族的鱼粮。 而股仓的建立则增强了粮食的可分配性。 在此之前,大人物只能去部族成员家中索取鱼粮,而现在只要动动嘴,鱼粮的分配就完成了。 这种权力的异化使得大人物的地位空前的提高,乃至其追随者与保卫者都成为了令人尊敬的人物。 一场变革渐渐出现在了这个本该人人平等的部族里,阶级产生了。 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前行,食物对权力的加强也愈发的明显。 对于5000年前的南美洲西部的印加人而言,收割玉米是贵族子弟的权利。 这里的贵族则是由我们上面所说的大人物与其追随者发展而成的。 另一个例子是在八月举行的玉米种植仪式,那一天印加贵族们向平坦的土地献上生礼,如落马与天竹鼠等。 现在我们知道农作物是否丰收,与祭祀并无关系,但因为人们对食物的重视,这些举措成为了加强权力的手段,而这些仪式也成为了早期宗教的雏形。 事实上尽管存在着时空的间隔,印加人、美索不达米亚人、阿兹特克人与中国的商朝人,都发展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贵族主掌的需要食物祭祀的宗教仪式。 它将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均正当化,并提供了暗示性的警告,若无贵族统治,神们将不再聆听凡人的祈祷,世界也将乱套。 实物对塑造现代文明雏形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则体现在了货币的概念之上。 早期文明中,实物被当作是一种货币,用于以物易物,支付薪资和缴税,而付税则正是现代财政政策的基石。 我们在上面提到,不足的鱼粮被用来支付保卫灌溉系统与骨仓的士兵的薪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鱼粮开始有了更多的用处,例如建筑、宴会、征战等。 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民众不仅通过食物缴税,也通过劳动间接缴税。 没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向地主租地,而后者则索取小部分收成,作为地租。 这种类似电农的雇佣制度,先后出现在了中国与印加,从而构成了早期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石。 尽管食物催生的政治、文化与经济体制异常的简陋,但毫无疑问,现代文明的种子已经被剥下,并将在不远的将来成长为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重点内容,食物是如何塑造现代文明的雏形的。 说完这个呢,我们接下来说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内容,食物是如何成为大航海时代与工业革命的催化剂的。 在早期的希腊史书中,香料被视作是珍贵无比的宝物。 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曾经声称,在采集贵皮时,必须穿上由牛皮制成的连衣服,只露出一双眼睛。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采集者免受一种形似蝙蝠的凶猛生物的攻击。 而在采集另一种更珍贵的香料肉桂的时候呢,人们需要将大块的牛肉放在山谷中,来引诱一种巨鸟。 这种巨鸟用肉桂筑,当它把牛肉带到巢中,巢穴便会因为承受不了牛肉的重量掉到地上,人们便可以前来拾取肉桂。 尽管这些被过于神话的故事后来被许多学者嗤之以鼻,但它们确实产生了极佳的效果,各地的买家对香料趋之若鹜。 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植物萃取物在十几个世纪内将它们的异乡传遍了全球,并编织出了一张横跃世界影响深远的贸易地图。 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府军事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攻陷,从此整个中东及近东地区全部成为了穆斯林的天下。 由于军事坦丁堡的特殊地理位置,欧洲人从此不能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通过波斯湾前往印度和中国, 也不能再直接通过这个位于波斯普鲁斯海峡的巨大港口来获得他们日益依赖且需求量巨大的香料。 欧洲人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贸易路线,直接从香料群岛获得香料的资源。 1474年6月,一位生育卓著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保罗·托斯坎·奈利在写给葡萄牙宫廷的信里阐述了他与众不同的理论。 他声称从欧洲到香料之国印度最快的路线是向西航行,而非试图朝南方和东方航行,绕过非洲的底部。 在信中他还估计了中国的位置,并声称这个国家比任何已经被发现的国家都富裕, 它不仅能够提供庞大的利益与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也拥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和香料。 然而葡萄牙宫廷并未理会他,不过一位水手却听说了他的信,并取得了一份副本,这个水手便是哥伦布。 怀着对黄金与珍贵的香料的渴望,哥伦布踏上了他的远征,只不过他并不知道, 前方等待着他的不是物产富饶的亚洲,而是一片未知的大陆,美洲。 他并没有寻找到香料的踪迹,反而是发现了各式各样的新食材,玉米、马铃薯、巧克力、番茄、辣椒。 这些本地食材迅速散播到了全世界,并成为了餐桌上的美食。 不过遗憾的是,哥伦布一直坚信自己所到的地方是印度,直到1506年去世,他仍然深信自己确实到达了亚洲。 在哥伦布出发不久以后,迪亚士、达迦马、麦哲伦等航海士们也开始了他们的航行。 这些出色的冒险者们怀揣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征服欲,踏上了寻找香料群岛之旅。 大航海时代在这些各异的航线的交错之中,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在短短的200多年间,世界各地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的增加。 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欧洲国家开始了原始而又血腥的资本积累,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开始壮大,并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这样的政治前提之下呢,另一场即将改变世界的事件,工业革命正在缓缓地萌芽。 首先进行工业革命的是英国,这个依靠殖民扩张,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国家,在18世纪一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 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对工厂手工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一场改变生产力的革命似乎是刻不容缓。 而食物呢,在这一进程中依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食物的催化作用首先体现在对人口与经济的助推上。 在英格兰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所著的人口论中,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开马尔萨斯陷阱,因为人口总是呈等比级数增加,而粮食呢,呈等差级数增加。 总有一天呢,食物的供应将不能满足人口的需求。 然而英国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预言的陷阱中,尽管在18到19世纪,英国的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但经济却增长得更快,原因呢,就出在食物来源之上。 英国并不种植大部分它所需要的食物,而是专精于工业制造,尤其是棉纺制品,然后呢,再用它们交换廉价的海外食物。 廉价而优质的食物带来了人口的增长,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稳定的物质基础。 食物的第二个催化作用呢,则可以追溯到万年前,远古植物的遗骸被埋在了地层下,经过地壳隔绝空气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作用,产生了一种被称为煤的碳化化石矿物。 充足的煤炭能源使得英国摆脱了生物旧体制的束缚,人们不再需要依靠活着的植物采集能源,而是开始利用大量储备的过去的阳光。 这些阳光在数百万年前便已被聚集起来,以死去的植物的形式储藏在地下。 归功于充足的能量来源,冶金工业与纺织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更高效的能量利用驱动机械、蒸汽机的发明。 食物的第三个催化作用远比另外两个更依赖食物进口。 英国运用来自地下的煤来驱动新蒸汽机,同样的,它也运用来自海外的食物来为工人提供能量。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蔗糖,在19世纪迅速占领了英国的餐桌。 事实上,到1900年,蔗糖所能提供的热量已经占据了英国人所摄取的总热量的22%,相当于800万公顷小麦所能提供的热量。 糖被加在茶里、粥里,或者被制成果酱加在三明治里。 这些甜甜的食物为工人们提供了仿佛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极高的工作效率,从而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内容,食物在战争中的作用。 在战争史上,什么才是最具杀伤性的武器呢? 是刀剑、机关枪、坦克还是原子弹呢? 答案是出乎意料的。 杀人最多的武器并非是那些在战场上成凶的冰冷器械,而是决定了无数战场局势,却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必需品——食物。 自从远古时代以来,食物作为武器的力量便已得到了认可。 公元四世纪的罗马军事作家维吉·提乌斯指出,挨饿比战役更容易摧毁一支军队,而饥饿比刀剑还要凶残。 他也引述了一句军事格言,任何不提供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人都将不战而败。 在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中,食物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燃料。 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对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食物与资重不再由车马或是奴仆携带,而是由士兵自行背负。 这样的举措大大加快了行军速度,军队因而变得更具机动性,尤其是在行路艰难的地域。 然而仅靠士兵背负的食物是远远不够支撑一场战争的,因而在缺乏有效运输手段的古代,合理的食物分配,搜寻食物的手段,周遭环境的附属程度,是否是丰收的时节,都是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所必须考虑到的因素。 因而打乱一支军队的阵脚,最佳的方式并不是正面击破,而是切断其粮草供应。 一个古老的实力出现在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二次步逆战争中,为了阻止横冲直撞的迦太基首领汉尼拔,罗马政府发布公告, 在汉尼拔可能率军通过的地区,所有的居民都应该烧毁其防射,销毁其农产,抛弃其田园,以便让他没有任何粮食可医食。 可遗憾的是,并没有人傻到为了一纸公告放弃私人财产,因此这次计谋不出意外的失败了,尽管他本该非常有用。 另一项防卫策略是不让敌人取得加工食物的设备。 1636年,为了延缓西班牙军队的进攻,法国将领奉命捣毁行军沿线的所有炉灶和墨防, 没有他们,军队所抢夺的鼓励便无法变成面包,而士兵必须在一地扎营数日才可以搭起可邪式的炉灶。 如果食物补给切断,战争就无法进行下去,甚至面临惨败的风险。 这样尴尬的境地一直持续到了1809年的罐头食品的雏形出现,才稍有缓解。 令人惊奇的是,创造出这一发明的并不是科学家,而是一名厨师。 这位名叫尼古拉斯·阿佩尔的厨师将保存的食物装进瓶子或罐子里, 并将容器的开口非常仔细地封上,并放入双层蒸锅加热。 尽管他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化学原理,但这种纯靠直觉的做法是相当奏效。 1815年,在滑铁炉的战场上,有些士兵就带着罐装口粮,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制成罐头的肉喂饱了英国和法国的军队。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的士兵靠罐装的肉、牛奶和蔬菜为生。 罐装食品的出现不仅延长了食物的保质期, 更使食物的运输变得方便而快捷,尤其是在铁路出现之后, 运输食品的效率比其百年前何止高了十倍。 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是,尽管在1810年,罐头食品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可是直到19世纪的60年代,第一批开灌器才开始出现。 重要的东西有时候也会迟来一步,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 在罐头食品与铁路发明几十年之后, 食物在军事规划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已告终结, 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食物又担任了一个新的角色, 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 20世纪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一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 它的正式开始是一场为了争夺柏林市而引发的食物战。 战后三年的德国逐渐吸引了各个国家的目光, 西方国家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民主政府, 相反的,苏联却希望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 双方的矛盾逐渐聚焦于柏林。 为了迫使西方盟国放弃西柏林, 苏联开始干扰对西柏林的物资运送, 而相应的盟国们做出了有力的回击,空运补给。 每天数千吨的食物被运输机运送往西柏林, 而这些食物则打响了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苏联的第一炮。 其实对于食物当作意识形态战争武器的做法呀, 在苏联自己的政权内早就有所体现了。 在1928年到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为了使国家能够达到快速工业化的目的, 斯大林决定推行农场集体化的制度。 这项举措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们纷纷烂载牲畜, 加勤以免被冲工或者被化为富农。 1929年至1930年, 全国约有一半以上的马匹被屠宰, 约三分之一的猪、羊被宰掉。 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用暴力手段对抗工作队。 尽管在方向上农业集体化确实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 但过于激烈而强制性的举措, 却将这场运动的先进性抹杀了。 事实上在1932年到1934年, 一场大饥荒席卷了苏联的土地, 直到斯大林缩减了国家收取的股物量, 并勉强承认私有财产的存在, 社会的发展才回到了正轨。 好了,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为您分享的内容。 在第一部分呢, 我们讲到了实物是如何塑造现代文明雏形的。 首先,农耕的推行使早期的游猎部族开始习惯定居生活, 为文明的产生创造了可能。 其次,在生产力提高之后, 鱼粮的分配又导致了阶级的出现, 社会开始分层, 而在层层权力的架构下, 食物又反过来作为统治阶级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 最后呢, 食物作为税收的一部分, 奠定了现代经济体制的基础。 这几个因素互相联系, 从而塑造了现代文明的雏形。 第二部分呢, 我们讲到了食物是如何成为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催化剂的。 香料作为一种珍贵的食物, 在海洋上绘制出了一幅宏大的贸易地图。 15世纪, 为了突破穆斯林对海上贸易的封锁, 欧洲人必须寻找新的贸易航线。 哥伦布, 麦哲林, 达加玛等出色的航海家纷纷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从而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大航海时代的资本积累呢, 使得英国一跃成为了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 对食物采用全进口方式, 使英国得以安心发展工业。 而植物仪还形成的煤炭和西印度群岛进口的蔗糖, 又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所以说食物也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最后我们讲到了食物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所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食物作为军队的补给, 往往决定着战斗的走向, 对食物补给的严重依赖一直到罐头食品和铁路发明才稍有缓解。 食物还可以直接被用作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 在美苏冷战期间, 苏联便曾经试图切断西柏林的食物补给, 来迫使西方盟国放弃这一片土地。 而在苏联早期的农庄集体化中, 我们也能够找到利用食物作为控制人民的武器的例子。 尽管这场运动的方向并没有错, 但共产主义并不能够一蹴而就, 严苛的举措带来了一场饥荒, 直到斯大林勉强承认私有土地与食物的合法化, 形势才有所缓解。 服udge挣冻 承认了几乎 君兰